hello 欢迎学习爬虫个人 那么上个的话我们是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下载中间件的使用 对吧 并且我们跟大家讲的啊 就是在这个下载中间间当中 我们可以设置它的那个随机user engine 以及这个ip代理值来实现那个反爬虫啊 就是那个反反爬虫啊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案例 来把这个东西啊 更再巩固一下啊 那么我们讲一个什么样的实际案例呢 之前的话我们是不是布置了一个作业啊 之前在讲那个啊 啊 那个东西的时候 是不是布置了一个作业就是去爬取那个boss直屏的那个网站啊 对 但是boss直屏那个网站的话啊 还不是很好玩 他怎么不好玩呢 你只要去访问这个网站里面连续的去啊 连续的去访问他的这个boss的几个页面 那么的话他就会去 他就认他就会啊 他就会认为你这个是一个爬虫啊 然后的话就会显示的 就会让你重递向到一个二位码的一个页面 就是一个图形二位码的页面啊 那么这个的话还还是比较轻的啊 还是比较轻的 如果这时候你再输入啊 图形验证码进行验证验证通货以后 接下来你再去使用相同的这个IP地址啊 就是使用你限制这个IP地址 你再去访问那个boss指定那个网站啊 那么不好意思这个boss指定第二次他再监测到你这个IP地址 你这个请求是不正常的事啊 不正常的话他就直接将你的这个IP地址加入到黑名单 这样的话你这个IP地址啊 是只能在就只能在这个24小时之后才能够继续访问boss指定的这个网站啊 所以的话哈 我们的那个二位码那个东西的话不是二位码啊 是那个图形验证码的话是 治标不治本 对吧 没有根本性的作用啊 那么最简单的方式 最简单直报直接粗暴的方式啊 就是我们在请求的时候 如果发生了这那种情况 那么我们就更换一个IP地址啊 就更换一个IP地址 好吧 好 这几个我们就来把这个东西来讲一下啊 只不过现在我们这几个讲的话 呃 是用那个scribe框架来实际的啊 上之前的话 我们是用那个cd的来实际的 对 好 那么我们来走一下啊 好 首先的话 我们来打开一下这个cmd啊 然后的话 我这地方是已经进入到了这个scribe demo 这个文件夹下面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创建一个项目啊 scipy scribe sd prerojcd project 呃 叫做boss 好吧 好 这样的话就创建好的一个项目 那么接下来我cd到这个boss里面 然后的话我再来创建一个par中scipy 呃 那个gnspd啊 这个par中的话 我们是让他用那个呃 crossfire的那个par中 好吧 就是那个呃 可以自动去呃 指到一定要指的指定那套规则 他可以自己去爬取这些的一个人的par中啊 好 干 t是c r a w 然后的话这个呃 这个par中的名字 我们给他叫做直ping啊 直ping 然后的话他的那个域名的话是直啊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追直直ping点com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创建好的这个par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用这个啊 拍窗目 来把它给打开一下啊 好 这个我们来打开一下啊 我是在这边操作啊 好 这个吧 我们来打开 打开 打开这个项目里面 这个文字夹新的这个boss 对吧 好 打开啊 这个地方是已经称赏称了一个par中叫做直ping 对 只要这个par中话是一个 crossfire的一个人的par中啊 因为我刚刚创建的时候就已经直掉了啊 这个地方的话啊 这个地方的话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啊 把一些准备的工作来做一下啊 手机的话就是在我们的这个settings里面啊 这个地方把这个tru改成这个force 对吧 然后的话 我们再来给他添加一个什么呢 请就user agent啊 那么这个user agent user agent 我把它给随便拷贝过来一个啊 我随便把它给拷贝过来一个啊 我随便把它给拷贝过来一个啊 好 呃 这个呢 还需要 这只是一个字符传哈 好 可以的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创建一个star的.py的一个人文件 对不对 sdart好 那的话来from下这个什么的scribe 啊 啊 我们也要现在要改一下他的这个执行环境啊 设置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来boss这个地方啊 好 然后的话现在是已经进入到这个啊 crow的这个盘和虚拟环境当中的啊 那么我们来把下面的包回来给导入下 from下这个scribe import 叫做cmdline 对不对 然后的话cmdline.secud 然后是这个呃 scipy啊 scribe 那个craw爬成名字叫做直聘啊 然后的话点sb的对吧 保存一下啊 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准备工作就做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打开这个地方 只要的话我们接下来的话就去写我们的这个爬虫 那么我们在写这个爬虫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先要对这个网站来做一个了解 对吧 这个网站的话啊 有哪些东西需要了解呢 首先第一个啊 因为我们现在使用的是这个craw爬 那么我们要知道哪些网哪些页面的话 哪些uil是我们需要去抓起的 也就是这个规则 我们该怎么去写 对 好 这边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流暖器啊 呃 这个流暖器他这样为什么会写是一个403呢 就是因为我在baker的时候啊 我对这个boss指定 因为我在baker的时候 我肯定先要将我的这个项目把它给 跑通对吧啊 所以的话啊 这个部分的话我就请求的资助啊 就比较多啊 那么的话他就直接 呃 也给我报了一个403了啊 所以的话我再用那个iBT只在去访问他这个页面的话就呃 请求不到的啊 他就直接说24小时将自动剪除限制对吧 就只能24小时之后再来访问他啊 那么因为我现在要讲课啊 对吧 所以的话我我我如果进不了这个页面 那么我就跟大家讲不了这个课程了啊 所以的话我就把这个录游戏把它给重启了一下啊 重启到现在录游戏以后 我的这个外网的IP地址他就会变化了啊 那么我外网的IP地址变化了啊 我这个页面 我这个页面又可以继续访问了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再来去访问一下那个指评的那个页面 快说我这个页面可能加上一下啊 这样的话又可以访问了 那么我现在这个页面的话哈 就是在boss指评这个网站上面我就搜索python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这个城市的话是选择的是常全国的这个城市 所以我现在要爬取的这个爬层的话 我要做的这个爬层的话 就是要爬取全国各地所有的python职位的信息啊 就是在这个boss指评上面所有的职位信息 好吧 先去爬取啊 好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啊 我们可以发现哈 这个的话 现在boss指评这个的话他是在第一页啊 那么这个配置的话他是等于一 如果我点击来到第二页的话 他那么他这个配置的话其实等于这个二啊 当然好 这个ka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不用管啊 可以不用管啊 就是这个地方配置是等于这个二啊 配置是等于这个二啊 所有的话哈 其实的话他前面这些部分都是固定的 只有后面这部分是不固定的 对 并且啊 我们现在的话哈 我们来到这一个页面 来到这一个页面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同学们思考一下 我们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去获取这个页面当中 所有职位 所有职位详经页面的那个url啊 对 所有职位详经的url页面啊 那么我们 回顾一下我们之前在讲那个crossify的那个啊 那个那个课程的时候 我们跟大家讲过对吧 就是你在写crossify的在写他的三个参数的时候 你要思考的问题对不对 就是第一个参数就是这个url第二个参数就是这个callback 第三个参数就是这个flow 那么我们每次在写这几个参数的时候 我们就要思考哎 我这个页面 我我需要满足什么当然好 这个url这个条件的话是没什么思考啊 第二个和第三个和第三个这两个参数的话 我是不是要去思考下 这个callback 我就是说什么情况下 我需要使用这个callback 对不对啊 如果呃 什么情况下 我该使用这个callback呢 就是我要对这个页面当中的这些数据 我自己需要去解析 比如说这个详情页面 详情页面 这些数据我是需要自己动手 自己去写代码解析的 这个扒中是帮我做不了的 对不对 所有支持的话 我们就需要写这个callback 对不对 好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首页这个地方不是首页 这个列表页 列表页这个地方 我们需要去解析他的这个啊 页面当中的这些元素吗 是不是不需要解析啊 我们现在的目的只要去获取这些职位 他的这个详情页面的这个url 那么这个详情页面的这个url的话 其实我们点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 他只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呢 只要满足这个叫做dropdetail 想要的话 这部分再给上一个职位的id.sml 然后后面再跟上卡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呃 就说我们再来再再在下面再来定一个呃 规则 就是说满足这个条件的规则 那么我们这个crossback的crossback的是不是自动的会给我去爬去啊 就不需要我自己去解析这个页面当中所有职位的那个详情页面呢 你只要给他指定这个规则啊 你满足这个职位详情页面的这个规则 那么这个牌子的话 他就会自动的去爬取这个url 明白意思啊 说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啊 所以我们这个想这个第二个页这个callback需要给吗 是不是不需要给啊 对好 第二个三 第三个参数啊 第三个参数follow 这个东西需要给吗 这个东西的话是不是肯定需要给啊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来往下面滚啊 在当前这一页当中啊 在当前这一页当中啊 他其实只显示四页啊 他其实只显示四页啊 他其实只显示四页 那么如果你这里边把这个flow让他等于这个force的话 那么他只会去请求到这个四页当中 这个这四页的那个呃 职位信息 那么第五页那些数据的话 就请不就请求不到了 明白是吧 为什么请求不到了呢 对 因为第五页那个数据 他没有在当前这一页上面出现啊 只要的话 我们只有再去爬取到第四页的时候啊 只有再爬取到第四页的时候 他这个第五页和第六 第六页他才会出现啊 所有这些的话 我们就告诉他需要进行跟进啊 需要进行跟进 好吧 好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follow的话 让他等于一个处啊 只要的话这个callback的话是不需要的啊 callback是不需要的啊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政策表的事把它给写一下啊 这个政策表的事的话 它是这里啊 后面这个卡的话 这个东西是不需要的啊 因为其实在我们的这个ur当中 这个卡的话啊 他其实是没有的啊 呃 就是这些页面哈 这些ur哈 这些ur上面 你看上这些ur上面 是不是没有后面一个问号卡什么东西啊 对 这个卡这个东西 它是 啊 gs 代码啊 它自动给你加进去的啊 所以我们新测的话 是只要去获取这个东西就可以了 对 好 那么我们就来这样去写啊 前面正负是保住不变的 对可能叫c 那么来到这份来 只要的话这个代码 我觉得太长了 所以我就把它给先把它给伤掉一下啊 把它给伤掉一下 然后是这个 我看上到这个地方吧 上到这个地方啊 只要这个问号的话 因为它是在我们正在表的事当中是一个特殊的字符 所以我就给个鞋干给它进行个转益啊 只要的话前面的话是有什么呢 是有很多任意的字符 只要的话必须要有最少要有一个 或者是有多个对 所以说的话我就给加个给并且一个加号 但是任意的多个的那个字符啊 好 后面的话在刚刚上这个配置 配置的话就是反鞋 反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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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是那个 呃 第几页 对吧 代表是那个第几页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个呃 follow的话啊 就 嗯 这个follow就等出对吧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复一份啊 这个地方我们来写下啊 匹配什么呢 匹配列表 职位列表业的规则 对吧 好 第二个是匹配 匹配什么呢 匹配这个 呃 详情 职位啊 详情 叶的规则 对吧 匹配职位 职位详细页的规则 保存下啊 好 那个职位详细页的规则 它要保存什么的规则呢 其实也是非常好找啊 呃 这个职位详细页 其实的话它这个部分也是没有的啊 你只要找到这部分就可以了啊 可能叫c 然后的话 我们来到这个呢 可能叫v啊 前面这部分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把它给删掉啊 它是任意的字符 那么的话就给个点号 那么最少要有一个或者是多个 那么就给那个加号啊 只要这个job detail 后面这一串的话 这一串代表的是这个职位 它的这个id啊 那么在boss指定上面 它的这个职位id 这一串东西都是那个啊 数字 所以的话 我们这个东西写一个法西钢第一 给个加号啊 给个加号啊 后面的话再给个什么的.html啊 主要 这一串的话 你就不要再去给这个什么的问号卡等于那个东西了 你给的话倒是找不到啊 倒是找不到啊 好 那的话这个v我们就找到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callback的话是不是需要给他指定一下啊 因为我们既然如果来到的这个详情页面 那么我们这个详情这个里面的这些数据的话 我们是需要获取的 对的 所以说的话 我们这个callback的话是需要给定一下啊 好 c a l b c k 是等这个 呃 叫做p a r s pass 那个叫做detail吧 或者叫做pass drop啊 解析那个职位 基本上我给他改个名字叫pass drop啊 只要的话这个follow的话 我们是不需要让他跟进的啊 就不需要让他跟进 因为为 如果你如果你如果你这个地方设置的让他等于这个跟进的话啊 他来到这个职位详情页面的这个地方 因为啊 这个地方他是不是有这个相似职位啊 相似职位这个地方啊 相似职位这个地方 他因为这些职这些地方你点进去 他也是什么呢 也是满足这个职位详情的这个啊 正在表的是的 也是满足这个规则的啊 所以的话 如果你这样的让他这个follow等一处 他来到这个详情页面 他也会将这些啊 这些职位把他给爬取啊 也会将这些职位把他给爬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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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将这些职 嗯 那么我们现在的话是不需要让他这样去爬 我们让他爬的话是按照这个顺序来爬啊 就是按照这个第几页 第几页这个方式就是爬 好吧 那么如果你是要去写一个强战的爬仲 就是对这个那boss职兵上面所有的职位都给他进行爬仲 那么这次的话你就可以让他的这个follow让他等于这个处 只要碰到是职位我就爬下来 只要碰到是职位就爬下来 不管你这个职位是在哪里出现的 对 所以的话这个地方你就可以让他等于处啊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我想让他什么呢 啊 按照这种1231456页 这种方式的这些法序 那么我这地方就不让他这个follow让他等这个让他这个follow啊 让你等这个follow吧 就是说你在详细页面的时候 你不要再给我去解析这些详细页面呢 就不要再去跟进了啊 就不要再去跟进了啊 好 那么这地方等于这个follow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两个啊 规则就写好了啊 写好了啊 写好了啊 写好了以后 接下来 我们在这个下面的话就可以去解析这个 职位详细的数据的啊 就可以去解析职位详细的数据了 好吧 好 这地方的话 我们手机来打一个东西 啊 呃 print puzz 啊 这里面还需要指令令啊 也还需要改一个啊 就是这个study us 就是开始的这个爬取ul 那么我们把它给改一下 好吧 改成那个什么呢 第一页的那个 从第一页开始爬取对吧 好 然后放到这里面来可能交易好 那么在这个下面的话 你就可以去解析那些数据的啊 可以去解析那个数据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解析这个数据的话啊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写的这个 比如说啊 呃 呃 插吧 或是css的选择下 或是政治表达是什么东西啊 我们不知道我们写的是否正确 那么该怎么做呢 是不是我们可以借助那个sql啊 对的 好 那么来到我们的这个7d中端 啊 少了啊 scr i p y smsscribe shell 实际上话 再跟上一个url啊 就是这一个url 好吧 可能叫c 呃 不对啊 不是这一个url哈 现在我们来到这页面的话 他是已经是进入到详情页面 才会去执行这个行数 对不对 说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要找一个什么呢 详情页面的这个url啊 来给他进行这个东西啊 可能叫c 复利分啊 这个想把这个详情页面的这个ur 然后拿回来 对吧 实际上的话 再打开这个7d这个吧 我们右键把它给张立下啊 再来复这个 再来复这个 然后的话 这里面啊 右键来把它给张立啊 再按下n键这样的话 他就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了啊 进入到了环境当中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去获取再去在这个里面写账责表是去匹配数据 然后的话再把它给写到这个里面来 这样的话就写起来更加安全一点 对吧 我们就可以保证我们这个东西一定可以获取到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个地方再来分析一下这个网页啊 检查 然后的话把它给放到右边来啊 把它给放到右边来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选一下啊 选一下 那么这个标题的话 它是在这个h1标签下面 并且它的这个class是等这个类目 对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其实这个的话可以在这个地方先来写啊 就是那个title是等这个什么呢 response.xpass啊 只要的话 它是在这个h几标签呢h1标签嘛 是在这个h1标签 然后的话它的这个class class是等于这个类目 对不对 好 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文文信息啊 然后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需要获取的是一个字符上 那么我们就给get上了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取出来 那么我们为了验证哈 这个东西是否正确 最好的方式的话 就是把它给拷贝过来 只要的话来到这边粘贴一下 按下n键 看一下title title的话没有获取到对吧 没有获取到说明我们写的这个x吧死于法是一个不正确的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哪个地方不正确啊 呃 讲道理的话是应该要有啊 看一下啊 看一下啊 是h1标签嘛 然后这个class是等于这个啊 这个类母 我们没有给当以号啊 来这里写吧 啊 可以啊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这个职位的名字啊 对对 那么这个职位的名字的话 它后面可能多了一个空格啊 所以的话我们这边就给大家加一个什么呢 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那个标题 它的那个呃 头和尾的那个字符上那个空白字符把它给去掉 把它给去掉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一下下面的啊 这个薪水吧 薪水 来 我们把它给选中一下啊 这个薪水的话 它是在这个h1的这个标签下面的这个呃 标签下面 对 那么我们也是来写一下啊 就是它 ire 薪水的哇 薪水的 它的那个当词叫做Ceary 这把sari思 diyr幸好 那这个 Le dairy Bio Roi M 然后是啊 下面h1然后这个class是等于这什么的等这个内部下面的什么呢 下面的这个suit标签下面这个test 对吧 这个ENTG Евg地模然后的话 也是 little stream 啊 好来看看下这个东西 可以不可不可以获取它啊 可能叫c复这份 然后再来到这个流浪啊 这个要终端 然后来张贴一下啊 好 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获取到这个薪水 他是10k到20k呀 对 然后我们来给他也是加这个strip 把他的那个呃 这个已经给了是吧 已经给了这个地方 为什么还有一个呢 嗯 看下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来把它给replace下吧 空白字符把它给踢完成这个啊 看一下啊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应该不是空白字符吧 如果是空白字符的话绝对是可以把它给虚掉哈 啊 啊 这个啊 这个的话应该不是那个什么空白字符哈 他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啊 你看 这个python这个地方是不是也有一个吧 也有个啊 应该是一个正常的啊 就是这个当银行后面可能就有这么宽 好吧 可能就这么宽啊 好 那么我们这个的话就不要搞得这么麻烦了 就直接这个strip这个人啊 好 拿到这个薪水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拿到这个呃 这些是相关的信息啊 这些相关的信息的话 他是放在这个呃 info primary下面这个p标签下面啊 这个p标签下面啊 好 那么我们也是来获取一下啊 是这个jobjobinfo等这个response点s的贴士 是吧 他是在这个呃div 然后的话他的这个class是什么呢 class是等于这个我来看一下啊 刚刚的话是不是叫做这个叫做infoinfoinfo primary啊 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叫做复制份 然后再来到这个地方啊 来到这个吗 可能就位啊 下面的什么呢 下面的这个p标签吧 下面的这个p标签 所以的话下面哈 下面他有很多东西 我们都是叫过去的对 有这个呃 城市还有那个工作银行 还是那个教育 那么这里面所有的数据我们都需要拿到 说的话 我们这边的话应该给个什么函数啊 是不是来给个啊 下面的test对不对 并且他是有 不是他的直接子元素 说的话我们这地方就给两个鞋干啊 之后我们又换取所有的这个地方就给个getout对不对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那家c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来到这边打印一下啊 福利分啊这边 好 job info 但是拿过来的话你会发现哈他这里面的话是有很多东西啊 除了这个城市工作年线还有这个呃学历还有一些其他的对 但是其他这些东西的话我们是不需要的啊 所以说的话我们就要给他进行过滤的 就是说你如果直接按照这个叫做呃 info primary啊去获取 呃去是拿不到的对不对 你你还得你可以怎么做呢 这时候你可以往上面再走一层啊 往上面再走一层 通过这一层再来到这一层来到这一层这的话就可以避免跟其他的进行混淆了 好吧 好 好 那么这边来到这里啊 我们就可以来证据一下啊 就是他是在这个dv下面这个at 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job job primary的好像叫做primary吧啊 这个primary可能叫c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啊是job primary下面的啊 好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再来走一下啊可能叫c 然后的话这边来照顾一下啊 这个samd的话是有够能用的啊 job info对吧好这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这三个数据啊 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工作年限 还一个是教育程度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了啊 第一个是c体式的这个job info里面的第0个数据啊 第0个数据啊 第二个是那个呃工作年限worker yars的那个job info里面的第1个 还一个是本格啊 还教育程度edu education educatm的这个job info下面的第2个对 好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给拿出来了啊 嗯这里哈 我们再去取另外一个数据就是去取这个公司它的名字好吧 那么我们现在我们啊 在写这个boss指评这个扒中 我们的目的不是教大家如果去写这个xbus 这个东西我们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我相信大家以大家现在能力啊 你去获取下面的这些职位信息 我相信应该是没有任何不同的问题 好吧 所以我们这一份的话 我就只获取前面这些东西 以及这个公司的名字啊 那么下面这些东西的话 大家自己去获取啊 我们本节课的本个爬上的那个重点 是教大家如何去 呃 如果去攻克他的这个反爬中机制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来获取一下这个呃公司的名字啊 这个公司的名字的话 他是在这个info info info 恐配这个div下面 然后的话在这个h3秒间下面的a 标签下面的这个文本 对对 好 那么我们也是来写一下啊 呃 叫做 恐配 公司等这个什么呢 response.xbus 对吧 然后 他是在div 然后的话这个可行呢 class是等于这个呃c omp c omp a y公司的什么呢 呃恐配 然后的话叫做啊info 恐配对吧 或者叫c 然后的话来到这里面来啊 info 恐配下面的那个a标签啊 下面的a标签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呃文本对对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拿到了get了下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 再来到我们这个呃啊 摔摔当中来看一下啊 这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拿到这个公司的名字啊 对对好 那么我们这个东西就写到这里面好啊 我们就不继续不打算再去往下面去解析的 因为再去解析也都是那些质点之前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大家再去看的话就会当没时间了对对 然后我们写完这个东西以后 接下来再把这个item把它给写一下啊 这个item的话它有什么东西呢 是不是有这个呃职位的名字啊 对对 scribe.field啊 第二个的话是那个sandrys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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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刚刚写好那个item把它给导入一下from这个boss下面的 bos下面的这个items import是这个bossitem对不对 然后的话这里边来导入来写一下啊 item是等一个bossitem oh ssitem 然后是这个title的话是等这个title对不对 ti ti 然后这个salary sa等这个salary salary啊 然后这个city的话是等这个city啊 这个work years等这个work years 还有一个是education等这个education还有一个是compare是等这个compare对吧 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把它给eer的回去啊 就是发送把它给eer给给这个pipeline让它去处理对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写一下我们的这个pipeline好吧 这个pipeline的话我们让它保保存那个什么呢 json的形式啊保存那种json的形式啊 这保存json的形式的话之前我们是不是讲过了一种保存的方式 对吧就是使用那个呃json exposure吧 对对这边我们来写下啊init然后这个save.fp首先来打开下这个文件啊是等这个open 然后这个地方我给他取个名字就是jobs.json啊 那么因为我们这个exploader哈这个exploader的话他在呃哪个exploader呢这个我们来打一下form 这个scribe.exploader啊 input了一下这个呃json nice animexploader啊好 那么这个东西的话他在写入数据的时候 他是以那个byte的形式写进去的 所有的话我们这里面写写的话是以这个什么呢 wdb的wb的方式写入就是以这个啊的方式写入 好吧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这里面再来创建一个exploader啊 es等于这个json啊这里面的话我们需要给他传这个save.fp呢 只要的话还有一个是那个esure 呃一说啊啊 ascii把这个东西让它等于fors啊 如果这个东西你不设置下让它等于fors的话 它是保存不了那个中文的啊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这地方拿到拿到这个东西 接下来我们这个save.exploader 再把这个adm传进去对不对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啊重写下另外一个行数就是这个close cls spider对不对 呃这个就是那个爬虫完成了 他就会去呃执行这个行数 那么执行这个行数的时候 我们就让这个文件把它给关闭下对不对 那么就是save.fb.close 对不对好这样的话就完成了我们的这个pipeline面写 好这个pipeline你写完了又 如果你想让他去执行 是不是还得去把这个在这个settings里面来开启一下吧 对不对啊 这个地方是那个atmo propiles啊 这个地方把它给开启一下把它给开启一下啊 好那么这样的话我们这只小爬虫就像是已经写好了啊 写好了好吧 那么我们这边来走一下来走一下啊 这边我们来到start.py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右键再来运行一下啊 运行一下 现在的话就再去爬虫了啊 嗯看一下啊 没有数据啊 没有数据啊 看一下到底是有什么问题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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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闭马上就关闭了这个化妆 好来到我们的这个settings里面啊 刚这个中手这个东西是被关掉了吧 嗯 关掉了啊 又是s呢也给了对不对 我来看一下啊 因为我们这个然后的阿拉底的多米这个东西给他加了个多加了个哥哈 你看我们这个域名的话他是没有哥的啊 所的话这个地方把这个哥把给去掉啊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我们也是把这个哥把给去掉啊 就是这个域名哈 刚刚这个地方这个域名写错了了吧 就是这个阿拉底的域名这个地方写错了啊 好再来走一下 好 现在的话是报错了是吧 看一下啊 现在是boss不支持这个title 我们这个地方啊不叫太多对吧叫做内吗 还不错啊 看一下啊 啊 这个地方返回这个403了哈 返回这个403了 返回这个403了 返回这个403的话 我先把这个改一下吧 现在返回403了哈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ip地址已经被那个boss指定啊 识别出开了 或者是他现在识别出我们这个东西是一个爬充的 好吧是一个爬充的啊 看一下我再来再访问一下 诶是不是403了 呃 反问太平凡了啊 说的话 现在我们通过这个爬充去爬去的话就爬不到了 好吧 下几个我们再跟大家讲一下 如何去做这个代理池来去继续爬去啊 再发生这种403的情况下再继续爬去 好吧 好那么这几个的话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啊 感谢大家 人有没有意见 人有没有意见 给它 感谢观看